中心杯黑豹旗 首屆冠軍隊伍 平鎮高中交手中心高中 儘管主力球員紛紛畢業 但為了重返榮耀 平鎮首局就展開攻勢 趁著對手投手不穩 滿累時保送兵不血刃攻下第一分 無人出局還是滿累 儘管接下來 江坤宇沒能擠出安打 但這個強勁的內野滾地球 還是足以讓三壘跑者回來得分 丟了兩分做保險 平鎮先發投手 曾代表中華隊出征亞洲輕棒錦標賽的張俊凱 前四個半局只讓對手擠出一致安打 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下場中心打者沈進 在五局上二三連有人時 超出帶有兩分打電的安打擴大差距 平鎮打線 好順手 第六局在下三分 關鍵七局上又在葉秀華 黃子瑄 新元旭安打串聯取得十分領先 下個半局 平鎮高中換上莊錫豪投球 即使對手企圖反撲 但他還是在二三連有人時頂住壓力 成功解決三名打者結束這個半局 中小平鎮是以十比零 體驗在七局 中心高中 繼續往三十二強直路邁進 回來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 救出